香港警方拘捕超过50名民主派异议人士 今年初 香港警方拘捕超过50名民主派异议人士 2月28号 依香港版国安法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起诉47亿元 当天晚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发文 谴责中共拘捕与50名民主派异议人士 布林肯表示 我们谴责针对香港选举的泛民主派候选人 拘留和起诉的作为 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政治参与及言论自由不该是犯罪行为 美国与香港人民同在 同一天 美国白宫管顾问苏利文也在推特指出 北京关押香港民主派运动人士进一步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破对世界有关香港自治民主权力的承诺 我们坚定声援这些勇敢的运动人士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周日在推特上回应说 港府根据国安法指控47名香港政要和活动人士颠覆罪的决定 令人深感不安 这完全表明国安法被用来消除政治意义而不是恢复秩序 这与中共当局的承诺被盗而驰 欧盟驻港澳办事处2月28号也发声明表示 这些指控的性质清楚表明 合法的政治多元化在香港不再被永远 欧盟敦促香港和北京当局遵守他们对基本自由和法治的承诺 这些原则已被显入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 欧盟呼吁立即释放被捕者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